十六 東方日報 臺庫產後抑鬱普新生鷹跳樓驅亡 2015年7月12日兩岸A28 本部綜合報導 臺灣臺中昨日中五十二時驚全一宗母鷹墮樓案 據悉 死者為25歲女子朱某 而因幻想產後抑鬱 作五餐丈夫外出 曝光琴某日大的親女奔赴附近大廈頂樓一躍以下 墮在大廈門前 當時母鷹兩人內出血過多 女鷹宋苑期間死亡 而朱女宋苑急救三十分鐘後 亦宣告不治 按發現Viu長樓有母親的拖鞋 中央寫圖片 據悉 朱女丈夫蔡某當日中五返回父母於附近的住處打包食物 並準備娜維加級妻子吃 蔡某到達其住處路口時 眾人圍觀 後見地面散落妻子的鞋裡等物品 方式妻子葵女跳樓一時 當場失聲痛哭 警方事後已拉起封鎖線調查事件 呼當場失聲痛哭鄰居表示 該座大廈平時無嚴格管制出入 朱女葵嬌線闖後 跑到頂樓 一躍而下 母嬰雙雙失救弊命 其足指 朱女分免不久 正在家採月子 而運產後抑鬱 方萌生自殺念頭 正在義方抑鬱